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刘善处理危机的能力 最能反映其实际才能 其二 在诸葛亮时期 刘善从未主政 他如何回收权力并分配 最能反映其实际智商 且更关键的是 就在诸葛亮去世时 刘善一口气连杀了三位重臣 这就显得不一般了 下面我们就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暮杀李淼 公元234年 诸葛亮离世 对蜀国而言是巨大的损失 作为国家的灵魂人物 失去了他的知识 辅国的未来已然堪忧 刘善作为国君 为诸葛亮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百姓们纷纷前来送别 对丞相的离世深感痛惜 而朝臣们却更多地考虑到政治方面的影响 诸葛亮在世时严格控制着朝政 许多官员无法脱颖而出 他的离世无疑给这些人带来了新的机会 在众多心思活跃的官员中 李淼作为一个投机者显得尤为突出 他认为 诸葛亮的突然离世必然会造成蜀国政权的巨大真空 如果他能够得到刘善的知识 就有机会取而代之 因此 诸葛亮刚一去世 李淼便急忙尚书刘善 提出 丞相亮族尚书 亮身杖强兵 狼固胡适 五大不在鞭 陈场未知 金亮允梅 盖宗族的拳 西容静兮 大小为庆 公然表示 诸葛亮的去世让人非常高兴 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清除他的影响 全国上下应该欢庆 然而 刘善并非软弱无能之人 他看到这份奏书后 怒火中烧 尽管对诸葛亮心存忌惮 但毕竟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 他对诸葛亮还是有感情的 在诸葛亮刚刚去世的时候 听见了李淼的谗言 对诸葛亮的功绩全盘否定 这势必会导致蜀国上下的不安 到那时 他作为国君的地位恐怕也会岌岌可危 本来李淼的前途还是很有希望的 但他却因为自作聪明而自毁前程 刘善对李淼的行为十分愤怒 但也迅速地下令处死了他 另一方面 李淼是益州集团的成员 如果刘善被其所影响或者宽恕他的行为 可能会加剧荆州集团和益州集团之间的矛盾 对蜀汉的团结造成不利影响 而通过处死李淼 刘善能够向两大集团发出警示 阻止荆州和益州之间的内讧 确保蜀汉内部的稳定 长处刘善 窗体顶端 如果说李淼是把刘善太当回事 拍马批拍错了地方而死 那么刘善就是太不把刘善当回事自作孽不可活 刘善在蜀国中地位显赫 早在刘被建国之前就成为其重要臂膀 因与刘家同性 刘善拉关系攀权 以雄变口才获得顾灵郡太守之位 主要从事公关活动与人际交往 刘禅登基后 刘善一路晋升 先后被封为斗香后 随后又兼任后将军和卫位 中军师 再加封为车企将军 地位显赫 主要职责包括皇宫安全工作 而他最大的任务 则是陪诸葛亮聊天 在朝中 他的地位仅次于刘被的托孤大臣李延 受到人们羡慕和嫉妒 尽管身居高位 但他却不务实务 奢侈生活奢靡至极 刘家府中丫鬟成群 每日歌舞升平 刘燕还亲自指导他们 宋读东汉文学家王延寿的名作 武林光殿赋 此外 他经常跟随诸葛亮 率领一群士兵 对下属大臣挑剔 吹毛求疵 性情好斗 自负过甚 然而 与之相对的蜀汉前军师魏延 却不肯认输 两人常常争吵不休 魏延虽然不及刘燕口才 但气势不输 直接找诸葛亮评理 刘燕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打击 在口舌之争上从未落败 然而这次却成了失败者 这次挫折 令他受到了极大刺激 变得有些神经质 窗体底端 公元234年 简兴12年 刘燕的老婆胡适进宫 向太后祝贺新春 因其漂亮嘴巴甜 太后喜欢 就把她留在宫中陪聊 一聊竟是一月有余 时间一场 刘燕在家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竟坚决认为 老婆与后主刘缠有关系 等妻子回来后 刘燕不依不饶 比其承认和刘善的关系 还让手下人用鞋底子抽胡适脸 并一怒之下 把胡适给赶出家门了 胡适跑去告狱状 一下子惊动了朝野 因为这纯属刘燕没势找事 此刻诸葛亮远在武藏园 刘燕是当时最牛元老 刘备坐玉州牧师 就追随了刘备 比诸葛亮的资格的都老 显然如何处理刘燕 对刘善埋延 就成了一大考验了 最终刘燕被斩首 理由是鞋底师走在地上的 不能去抽人脸 随后刘善下了圣旨 从此禁止大臣之轻鱼等再入宫来 这个判词很无厘头 却实属没办法 因为有些事 你越强调是假 反而就越被当成真的 果然必须把刘善排除在外 同时刘燕又是蜀汉最牛元老 也要留点颜面 但无论怎样 这次的处置 根本没有掀起任何风浪来 即把影响消除到的最小 又保全了刘燕的颜面 斩首杨姨 刘燕死后第二年 中军师杨姨就自杀了 杨姨虽然很有才干 最终死于自己的性格 小肚鸡肠 自私狭隘 三国志 记载 怨奋行于声色 探诈之音发于武内 杨姨早年间跟随诸葛亮北伐 操心各种要事 出谋划策 精心部署 诸葛亮病逝武藏员后 杨姨在班师回朝之前 自称是接到了诸葛亮的锦囊妙计 杀死了蜀国最后一位厉害的武将魏妍 口口声声 称他有谋反之心 却拿不出证据来 刘善对此事存疑 却也没有深究 仍旧忙着处理诸葛亮死后的 政治岗位的变动 然而刘善的宽幼 却引来了杨姨的不满 他认为自己斩杀叛臣 为蜀国立下大功一件 应该得到应有的恩赏 骑马丞相的位子非他莫属 但当杨姨回到京城之后 刘善竟然败了蒋婉为丞相 命 蒋 婉开府 家卫大司马 看到这样的结果 杨姨骑得差点背过气去 整日满腹牢骚 像个怨妇一样 有一天 他实在憋不住了 就跑到费衣家里 释放负能量 他对费衣说 王者称相王媒之计 无若举君已就位时 楚氏宁当落渡如此邪 竟然追悔莫及 言语中明确说明 要投奔曹操 结果费衣一听 立刻给刘善打了小报告 刘善怒法冲冠 要剁了杨姨的脑袋 在费衣的囚情下 刘缠饶他一命 将他贬为庶民 但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杨姨不仅疯狂地 尚书弹劾 蒋婉等人 尚书诽谤 辞旨机械 还大骂刘善是昏君 杨姨此举 算是彻底触碰到了 刘善的底线 若是继续宽幼他 毕竟让世人与朝臣觉得 他是个任人拿捏的君主 所以他接下来 丝毫都未犹豫 直接派人捉拿杨姨 杨姨自知回天无力 就选择了自我了断 杨姨已当官显 贤贵重 拦弃举措 及其规矩 招获取救 无不自己也 刘善的这次回收权力 可重新分配 再一次展现出其高超手腕 保证了 辅汉平稳的过渡 别以为诸葛亮指定了 蒋婉 就一切万事大吉 若没有刘善的这些铺垫 和替蒋婉站台 指一个洋义 就够蒋婉喝一壶的 因为洋义的功劳太大 故而是刘善 完成了诸葛亮的遗言 为蒋婉上台铺平了道路 并使得楚汉平稳 从诸葛亮时期 过渡到蒋婉主政 谁说刘善傻了 在诸葛亮去世时 随他一口气杀了三位重臣 可一年后却发觉很高明 因为一举换来了 蜀汉的平稳过渡 把诸葛亮去世后的风险 完全消除掉了 所以 刘善的真正问题是 他是属于守城之主 比较有人情味 却偏偏生在大争之时 最需要雄主不择手段 开拓和整合的时期 刘善却根本不具备 这种素质罢了